創下刚刚看到的是戴琪这个周末 接受Bunberg专访谈及的内容 首先是重要的科技制造业 尽量拉回美国 然后看不懂中国经济 中国现在的路线 照习近平的说法 新时代跟社会主义一样 都是拿命来换的 其实戴琪他主要的讲话 是向全世界讲说 这个时候是投资美国 前进美国最好的一个时机 然后他讲了 因为没人看得懂 中国习近平在干什么 变数太多 那种风控还在持续的扩大 不能懂的中国的干涉 但是美国从他们上任以来 到现在为止 已经创造了一千万个就业机会 七十万个是制造业 美国制造正在复兴 而美国的整个情况 在现在这个全世界 都这么紧绷的状况之下 他认为美国的基本面 非常的强劲 所以美国是可以站在一个 几乎没有人可以用实力的 对等的角度 对等的地位 跟美国来谈整个经济贸易 各种的谈判 当然中国就非常担心了 而在中国那边 因为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在中国里面 很多人就开始想说 如果他们不想拿命 来换习近平的新时代 他们只剩下一个字 可以做选择 就是逃 那有钱的人就可以坐飞机逃 没钱的人就在路上 走一百多公里 拖着他的行李箱在逃 所以会看到 有钱的人逃 首先引起大家关注的 中国现在的十月逃亡潮 里面是一个中国地产的一个女首富 这个叫做吴亚军的人 他正式的辞掉了龙湖集团的一个董事会主席 好 这一个画面上的女首富号称是中国地产第一女首富 那他手上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地产集团 他这个周末也逃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定居了 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在美国定居了 然后辞掉了龙湖集团的董事会主席的身份 他到底多有钱呢 他多次的时候都列入中国女首富的榜首 然后呢 他跟他前夫离婚的时候 是他拿出两百亿人民币港币 给他前夫到赛亚文费 所以你看他多有钱 但是他已经跑了 他已经逃了 所以这个首富这地产商跑了 那另外一个呢 在这几个礼拜呢 引起大家讨论的是冯小刚 冯小刚突然是有人呢 在推特上面你看到没有 穿着拖鞋 非常轻松的 从他在洛杉矶的豪宅里面出来送客 好 这个影片画面在中国的微博上面也疯传 是的 因为他跟他的太太 还有收养的女儿 显然是在那边和热融融 然后事实上冯小刚呢 他在2014和2018 分别在洛杉矶这个豪宅区呢 买了两栋的豪宅 一次是500万美金 一次是600万美金 总共1100万美金 他这个豪宅呢 在高地上 在高地上呢 然后是白色的 然后呢周围还有很多树 所以外面是看不进去 但他们从窗户那边 从门口那边 可以俯瞰整个洛杉矶 然后这样一个豪宅 然后结果 他发现说什么时候 冯小刚就已经在那边去住了 当然这个件事情呢 又有一个更特殊的状况是 冯小刚因为他实在是很多作品 所以他的微博是很多人在追踪的 突然之间呢 也在十月的时候 被删光了 所有微博里面的流文 可是大家去查 胡小刚最近没有犯任何禁啊 没有处理任何状况啊 应该不是官方删的 所以整个会整个突然被删掉 是不是他也决定 落叶生根在洛杉矶了 当然引起中国很多网民的讨论 然后现在网民呢 中国网民呢觉得 不应该会逃吧 可能不会逃吧 他们记最后希望是连体的金基奖 因为过去的时候 如果金基奖黄小康有去 大概不会逃 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把握 不但如此 这种一直逃的状况 其实都有很多 包含张艺谋 在7月11号的时候 其实整个中国的情况里面 有些人就开始准备要跑了 要跑的时候 张艺谋当时呢 他在无锡 有个湖锡山庄 也是个豪宅 突然之间传出来说 可能要求售 开价3500万人民币 一出来之后 当天一天之内 成为微博热搜榜首第一名 1.11次的点阅 那后来呢 他的太太出来说 没有啦 我们没有要急售 我们只是问一问 所以他没有说急售 可是后面这个大家就想的是 那你为什么要问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价钱呢 是不是 也有打算要学学 像李嘉诚 像潘石屹 这些人 而且潘石屹呢 他过去也是房地产的大亨 但是最后跑到美国去了 被美国人看到 被拍出来说 在美国那边看球赛 也都已经跑了 那李嘉诚呢 曾经报纸头版头讲 别让李嘉诚跑了 但是现在李嘉诚 几乎是完完全全的英国人 早就跑掉了 所以有钱都跑 那没钱呢 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看到的 就是富士康 在富士康里面呢 因为疫情的状况 那些年轻人呢 我为了一个月的5000块人民币 面对的是我生活上 不知道该怎么办 踹开那个风控门 直接就上着高速公路 穿过铁丝网 拖着行李就逃了 大家都不想用命 去换习近平的新时代 可是习近平要一个新时代 用命 你们要拿命来换 决心是非常强健的 二十大之后 他先带着七个新任的常委 不是去看延安有动吗 去重新找到毛泽东 当年的一个精神吗 而当年精神就是毛泽东 再去了延安之后 发动整风运动 三年整风大整数 把前面的前辈先辈全部清光之后 毛泽东唯我独尊 接下来他又去看了一个红旗曲 这红旗曲会让大家觉得 那真的是叫大家拿命来换的 为什么红旗曲呢 其实是中国里面叫做人公天合 是他们自己在里面徒手奋斗 吃苦那种 拿命来犯 艰苦卓绝的一个象征 那在1960年代 在那个整个红旗曲 那个山上 没有水源 没办法跟踪 所以他们是30万人 居民就拿着一个铁锤 一根绳索 掉在岩壁上 硬生生花了十年 挖出了这个 在整个山上 你会看到的天上潮河 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挖出来的 哇 习近平竟然是最欣赏 这种精神 然后呢 他又去看延安 又去看这整风运动 他又提了一件事情 大生产时代 大生产时代是 毛泽东 两万五千里长征 进到延安之后 受到了整个当时国民党 包括那些史达林都看不好 他全部被封锁 日本也封锁他的时候 就说呢 要自己动手 才能封一足食 就要自己的管理外面怎么样 我就封闭起来了 所以你看他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 美国的这状况 他也要自己动手 但是习近平又讲了一段话 那才是整个中国里面 可能很多高官和太子党 更害怕的事情 习近平讲说 大生产时代那十年 虽然过得苦 没有人有贪污 所以是不是代表着习近平 接下来大生产时代的精神 对于太子党 对于那些高官 一个打贪反腐会做得更严厉 创下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遭到击弱的画面 这个是上个周末的时候 突然之间 其实俄罗斯一直在黑海 要武扬威的黑海舰队 差一点点 他的第二次的旗舰 又可能沉没了 刚看到的是 因为在大概在九月十月的时候 俄罗斯就一直指控 曾经找到一个弃制的无人的舰 而这无人舰里面认为 就是美国偷偷给了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可能 会用无人舰当神风偷空队 就会看到 他们就出来这画面了 一个无人舰开始靠过去 那艘船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 新的行舰 马卡洛夫元帅号 然后直接就靠过去 然后你会看到 那边开始用炮弹打他 打这个无人舰 可是无人舰不怕 然后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 不断的靠近 最后靠近了 那个旗舰的船尾 穿过了他这些火网 然后突然之间画面消失 然后他们想说可能是自爆了 那代表的是 目前乌克兰 还没有打算 真正把你炸掉 但是已经秀给你看说 你的黑海舰队 继续在这个整个克里米亚 这个母岗这边 耀武扬灰的话 有一天 你的船也会被炸掉 黑海舰队的无敌 就不见了 莫斯科沉默了 马卡洛夫上将也会阵亡 就是做一个示威的表现 而事实上呢 泽伦斯基同时呢 也在基辅 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里面呢 大概因为现在很少人 就很关切 每一天的战情 就讲说俄罗斯的军队 曾经打算反攻 顿内斯克 已经被乌克兰 军队夺还来的地方 又被击退了 所以代表着 入军的战场上 可能俄罗斯军队也不行了 而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普丁 整个进退两栏 开始讲一些空话 一方面呢 就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希望习近平帮他 另外一方面呢 克里姆公已经连续一个礼拜 谴责乌克兰 说乌克兰用了脏弹 在高空1500 高空7公里到12公里的地方 透过那个所谓的气流 把整个脏弹辐射物 送到了波兰和芬兰边界 可是呢乌克兰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真的有伤弹 应该也是俄罗斯干的 然后又说呢 他绝对没有打算 在整个乌克兰上空 使用战术核武 那拜登就直接亏他了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为什么天天讲呢 所以美国的北约呢 还正式的把B61-12 这样的飞弹越来越多 直接部署在欧洲 给普丁一个警告 而普丁又宣称说 他的30万真兵已经完成了 已经要送8万2000人 再重新进入乌克兰 可是乌克兰也发现 北约也发现说 目前整个普丁的军队 越来越落差 打出去的炮弹 打出去的火箭 50%都是假发弹 代表着他的工业水准 已经撑不起这场战争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